在2005年的時候 我和創業夥伴 架設了一台Linux的網站伺服器 當時安裝了PHP Win的論壇軟體 裡頭有一個集點競賽的功能 只要有人註冊成為這個論壇的會員 就會有自己的推廣網址 只要把這個推廣網址email給你的朋友 邀請你的朋友加入我們的論壇會員 他自己就會有一個點數 有玩過PHP Win論壇這些人應該都會知道這個點數就叫做貢獻值 當時我們做了一個活動 只要你的貢獻值積滿100點的話 我們就送出5萬元的贈品 你沒有聽錯 的確是5萬元的贈品 這5萬元的贈品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刪掉它的網頁 就是InfoBox這個電子郵件的海量發報機 因為這個贈品實在是太誘人了 所以就有許多網路上的工程師 包含MIS一些網路系統工程人員 都參加這個活動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有一天 我們的Linux的網站伺服器在不到5分鐘之內 主機的CPU從原本的只有10%的負載量 突然跳到100% 然後就死當了 當機囉 我們馬上重開機不到5分鐘的時間 又再次的當機 怎麼辦 是駭客 沒錯 我和我的夥伴就是這樣想著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你可以看看這個MRTG的圖表 這個圖表 這是一個象徵示意圖 我們當時圖表不是長這樣子 而是蠻窄的 當時我們作用的頻寬是中華電信的雙向512K 512K而已 雙向512K 在當時是最快的頻寬 然後我們是用固定制的ADSL固定IP來架戰 我們再次重開機 發現這個ADSL的黑盒子 我們現在都稱為小烏龜 這個網路燈號用非常不尋常的速度在閃爍 接著我們看了下系統的MRTG圖表 龐大的流量一擁而入 一秒鐘之內超過萬人連了進來 原來我們遭到了DDOS的攻擊 我們是不是被駭客鎖定了 但我們還搞不清楚 到底是從哪一個IP連線過來的流量 伺服器又當掉了 重開機以後 我們趕快來查看這個來源的IP 發現一個奇怪的IP 然後我們順著這個IP去找到了 欸 原來它是大陸地區的某一個遊戲網站的討論區 遊戲網站的討論區 我們後來發現這個網站最上面 它就放了一張小貼紙 那這個小貼紙就是我們在舉辦幾點活動的時候 那個小企業的圖 就是這個小企業的圖示 那我們知道這個Linux一般就是用這個小企業的圖示來做代表 那點了這個網站這個小企業的圖示 它就會連到我們的論壇的網頁 啊 我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 原來有一個網友 和這個經營大陸遊戲網站的朋友 他是很熟的朋友 所以就把這張小企業的貼紙 放在這個流量很大的遊戲網站討論區 所以我們就緊急聯絡這個網友 告訴他說 欸 你已經有資格拿到我們的贈品了 請你趕快把這個貼紙拿下來 趕快拿下來 後來我們的網站總算恢復運作 然後經過詢問之後才得知 這個遊戲網站的討論區 每天都有40萬個人的造訪率 哇 真是嚇死了 一天40萬個人 難怪當天流到我們的網站會這麼多人 不過我們因為這件事情讓我們知道 這個極點競賽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這算是當時非常早的病毒式行銷 因為網路人傳人的威力實在太可怕了 那現在呢 我們如果把這個工具搬到臉書上面來玩的話 會不會更恐怖 行銷的效果有可能讓你的網站像我當時一樣 伺服器掛點 然後頻寬被擊爆 流量大商品的曝光就會大增 如果你只要花3500塊就能造成數萬人來訪 你會不會想要這樣的臉書APP 如果你要的話 請你趕快行動 在11月6號 在11月6號這個活動就要停止了 改成每年的收費方法 現在只要3500塊 你就可以終身使用這個APP 趕快來搶喔 網址是345.tw-022a9 當你購買這個臉書APP之後 還會再送給你什麼 如何申請臉書開發人員 並建立APP的電子書 這是很多人他不曉得怎麼使用 沒有人在教 你學不會 而且這本電子書你還可以拿去轉賣 得到收入全部歸你自己所有 行動嗎 這個時機不等人 趕快行動 趕快按下圖片的說明吧